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家 最近暑期电影党很多很多的电影 这其中有一部话题度还是挺高的 这个就是《风神》第一部 那么这里面塑造的《商咒王》 也是沿袭了我们印象当中 《商咒王》这样的一个形象 残暴,然后被狐妖大忌所获 然后干下了各种各样的荒唐事 那么到后来引起了天怒人怨 这是这个故事整个设定的基本背景 那整个《商咒王》在历史上当然是确有其人 而这个《商咒之变》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篇章 但是啊,这《商咒王》 他真的干过那些残暴的事情吗 什么酒吃肉林啊 什么把那个笔竿的心给剖了啊 等等等等这种事真的干了吗 这可就很难讲了 而且啊,你如果检视史料 你会发现这个《商咒王》他的这个罪行是 随着历史的退役 他的罪行越来越多 也就意味着他的很多很多所谓的罪行 都是后人给穿凿附会上去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的形象经历了一个整体变迁的过程 那这怎么回事,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其实啊,最早关于这个《商咒王》最行的这个记录是来自于尚书 他的墓室 现在这个学者一般认为尚书是早于儒家学者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些点击 而这个墓室呢是暮野之战前啊 周武王和还有这个江太公他们在军队前面去检阅军队 然后发表演讲提升士气 这个墓室当中就记录了的周朝军队对于这个《商咒王》他的这个罪行描述 当然他还不叫《商咒王》,叫帝心啊,对不对 他说啊,这个帝心宠信妇人这个天天喝酒 而且啊,这个不任用自己的贵族兄长做官 宠信这个奴隶,不主动的参加祭祀等等等等 啊,这种罪行罪大恶极 那这样的一个战前动员对于周的军队来说是不是足够有效 那可能是的,但是这些东西啊,放在商那个王室当中 可能很多东西就不好说了 您就比如说宠信妇女这件事情啊 这个宠信后宫啊,让后宫干政 整个的商王朝啊,他的这个王室女性的地位还是挺高的 您比如说这个武丁,他的妻子富豪 就曾经是这个统帅一方的将军不是,对吧 您再比如说这个说这个帝心啊,商周王喝酒 那商王朝本来就是喜欢饮酒啊 那至于说这个宠信这个奴隶 把这个奴隶提拔为这个自己的亲信官吏啊 不任用贵族亲信等等等等 这个之前商朝的赋乐 那不就是拔于板柱之间吗 而且这种东西就算是有问题 那也是定心自己的私额问题 这完全说不上是整个的最大恶极啊 这个就是西周时期啊 这个后来武王伐咒之后 给他的嗜好商咒王 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定性 虽然整体上是负面的 但是跟后世那种最大恶极差得远 那么类似的事情 在这个西周时期的一个大禹顶上 也能看得到啊 那个是成于西周康王时期 这个顶上的名文就说 商朝灭亡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将领喝酒勿事 那这个事情那跟商周王也没有关系 那这个时候的商周王 远远不是后代的那个天字第一号暴君啊 那么到了春秋的时候 事情开始起变化了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礼崩月坏 而儒家他出世之后 就在试图整理这个周王朝的这个典籍文献 一方面想要去树立周王朝这样的权威 在这样的等级制之下 然后去进行一个有序的这个统治 那么要树立周王朝的权威 之前周王朝的这个敌人商周王 当然在儒家的典籍当中 是要被批倒批凑的 那么他在很多很多整整理典籍的时候 会用这种春秋笔法 然后把商周王做的很多的事情 加以道德上的这种变摊 你就比如说 还是说他对这个女性比较的这个甘政这件事情 直接说武基辞臣 说这种事情是国之将亡 你想想当时的那个春秋时候 很多的诸侯国的确发生过这种 女性过度的这种干预政治 然后导致国家内乱 像那个晋国这样的一些内乱等等 那么儒家他这么做 他是有一些劝戒的意味在里面 但是也就把商周王慢慢慢慢的给黑化了 事实上就是在儒家刚刚兴起的时候 这种黑化可能就已经很过分了 这个孔子的弟子子贡 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这个商周王可能不像大家说的那么坏 只不过一个人干了坏事之后 天下所有的脏水都往他身上泼 也就意味着在春秋末年的时候 商周王这个形象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负面了 那么到了战国时期 这个局势对于商周王来说再度恶化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游客游人说客 他们来往于各个诸侯国之间 然后去给各个各样的国王 亲大夫去讲各种各样的道理 那那会讲道理的话 那会也没有逻辑对吧 就讲故事吧 通过讲一个小故事来讲一些道理 那么讲故事的话 当然要主角呢 讲谁呢 来我们讲一讲古代的这大坏蛋吧 商周王于是就很多很多的这个黑料 都往商周王身上加 到了这个时候啊 商周王的很多的罪行就有各种各样的细节了 而只不过这种细节 您要是仔细看的话 哎 这些细节怎么跟战国时候的很多事情那么像呢 您就比如说 咱们知道这个我们印象中的商周王经常动作啊 就把人给剁个肉酱啊 你像那个周文王的那个大儿子博弈考 不就被这么料理了吗 酒侯啊 他也被这么料理了吗 多肉酱这件事情啊 其实这是战国到秦汉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酷刑 您就比如说当时的那个魏国 他的这个大将岳阳 他的儿子岳叔在这个中山国当人质 然后这个攻打中山的时候就把他儿子给弄成肉酱了 对吧 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 您再比如说当时说哎呀这个商周王竟然把这个孕妇的肚子给剖开 然后去娶胎儿去看 呦 这残忍家变态了吧 其实这个事情啊 你要去找的话是当时秦国一个祖楚文去咒骂楚怀王的文字里面去说楚怀王就是这么干的 楚怀王这么干没干过 咱不知道 但是点击留下来 那么商周王大约的确我们认为是这么干过 再比如说吧 这个商周王有一个罪行是什么来着 哎呀 厨师烹饪熊掌的时候啊 这个没烹熟啊 所以把厨师就给杀了 太残暴了 就这种事情是当时禁邻公干的事情 凡此种种 商周王他的整个的形象当中是穿凿附会了很多 那个时候我们认为的昏军暴军 他身上的很多东西 那为了给大家讲道理啊 对不对 那就是说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个商周王他就是这么干的 然后商周王经过了战国之后 这个形象已经被黑化的不能再黑了 到了汉朝之后啊 我们说汉武帝八处百家独尊儒术 那么儒家对于商周王这样的批判 那就成了一个清定的官方学说 那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继续添油加速 司马迁那个时候 第一次开始出现了 说这个商周王那会儿搞酒吃肉林啊 对不对 而且啊 商周王那个后宫 那汉朝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名字 叫苏达基 那个东汉末年啊 这个曹操把这个袁绍的军队打败 然后袁绍去世 曹军进入夜城 当时曹丕不是纳了原家的媳妇 真是吗 那个时候孔龙就说 哎呀 这个达基可是灭亡商朝的祸根呢 他这样子其实是已经多古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想见整个的商周王 包括打击的这些事情 能被演化成什么样 可以说在官方的语言叙述当中 到了东汉末年之后 整个的商周王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绝对黑体 那么有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呢 有啊 像那个王冲 东汉时候的王冲 他就写过论横 就质疑说 这不像是商周王能干的事 但是这毕竟是非主流声音 主流的声音 商周王还是继续被描黑 那么到了宋元之后呢 这个民间对于说书的这种热情 是高涨的这些说书艺人啊 他们讲的东西 哎 我需要一个正派 一个反派啊 对不对 而反派正派要脸谱化 做的东西要符合大家的预期 那这样的这种说书当中 比较喜欢说的段子啊 三国啊 包括这种商周之变 这都是经常说的话题 那么商周之变 说着说着 这商周王在民间的形象 也就彻底的黑化了下来 九十九之啊 苏达基 商周王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东西 直到明朝时候成熟的 封神演义 商周王在民间 也被彻底的打上了 这个黑化这个烙印 所以说到了后来啊 一说到庙堂之上的商周王 下节商周 节咒啊 这两个放在一起 这就是昏军暴军 最坏的那一道 跟姚舜完全就是 严格意义上的反应 而在民间 一提到商周王啊 不是个东西 太残暴了啊 这样这样的一个人 呃 当然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想成为商周王 因为毕竟有个素杂基嘛 当然这一切 随着二十世纪 考古学的这个发现啊 可能很多对于商周王的 这个固有印象 正在被考古学所改写 首先就是很多文献里面 针对商周王的这种罪行 都没有这种确凿的证据 所以说商周王是很大概率 甚至几乎百分之百 没有干过那些混蛋的事情 那么商朝的灭亡 也另有其原因 具体来讲 就是在商周王 帝心所在位的时候 商征东夷 也就是现在山东安徽 这一带的这些部落 那整个商和东夷的战争 持续了好长时间 对于商来说 这场战争旷日持久 到最后虽然拿下了东夷 但是给了西边的州一个机会 最终呢 州就取代了商 那么牧野之战当中 这个倒阁的 大家也倾向认为 这很可能不是被商周王 所欺压的奴隶 而是对商周王 已经不满的 这样的一些贵族了 那商朝灭亡的原因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而现在呢 网上又出现另外一种声音 哎呦 把商周王吹成是千古一帝 说这是中华民族的 这个伟大的 这个了不起的领导人 统治者 真的是非常怀念商周王 我觉得这个180个大者王 大可不必 也不知道这商周王 如果地下有之 会作何感想 但是你想一想 这个从古至今 很多很多的这种 建功立业之人 他哪一个的功业 不是建立在 累累白骨之上 秦皇汉武如此 难道过去的商周王 就不是这样的吗 对吧 这个我们说商周王 他不像过去 我们认为的那样残暴 但是他也绝非善类 这个拨开历史的迷雾 看到这个真正的商周王 这个形象 不是他来让你给他唱赞歌的 那么好了 这个商周王形象的变迁 咱们就聊这么多 可能这个真实的商周王 形象已经模糊了 您心目中 那个商周王的形象 可能就是费祥老师 出演的那个样子 那么就在电影院里面 好好地享受这部电影吧 那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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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